選擇鄉中一定成功 今年繁星計畫放榜 香山高中的成績再創新高 今年錄取率高達了73% 國立大學錄取率達30% 香山高中校長洪碧雙指出 繁星計畫的推動 成功打破明星學校的迷思 讓一般型的社區高中學生 也有機會考取頂尖大學 香山高中今年繁星計畫70%都成功 這要歸功於我們孩子的努力 還有我們師長的陪伴 孩子在進入我們香山高中 甚至有的是放棄其他學校 選擇直升到我們學校 他們認為繁星推增這個管道 可以讓我們的孩子 更可以接近自己的理想目標 香山高中近年來受益於繁星計畫 以及三信橋車站的開通 有越來越多學子選擇鄉中就讀 因此每年學生錄取國立大學 人數是越來越多 是有目共睹 由於三信橋的建立讓我們的孩子通車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 即便是到市區去補習也不會浪費時間 所節省下來的時間可以讓孩子多加一點的閱讀 那我想我們有一個期待希望新竹市的孩子可以讓我們新竹市來教育 也就是希望我們的孩子不用翻山越嶺到其他縣市去受教育 希望香山高中可以提供家長一個最棒的選擇 我進來香中就是以繁星為目標 所以呢我高一高二時候都會很認真準備每一次的斷考 然後後來也取得不錯的PR值 也因為高一高二的累積 所以我高三被考的時候能更輕鬆一點 錄取台灣師大國文系的洪佩竹 因為喜歡閱讀 所以鎖定國文系 如今美夢成真 讓他欣喜不已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閱讀 然後對於文字的敏感度也比較高 我喜歡一些作者的文句 或者是他表現的頭髮 因此我選擇的是中文系 繁星計畫提供學生一個新的升學管道 但在放榜的那一刻一樣讓人感到心跳加速 但更高興的是看到成功錄取兩個字 那一刻什麼辛苦都值得了 因為繁星是九點放榜 所以我八點多的時候就握著手機 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生怕就是沒有上 所以我就非常緊張 非常緊張 非常緊張 手整個都是汗 依靠這些過來人的經驗 錄取國立錦南大學的黃子瑜說 除了用功讀書以外 如果可以提早鎖定目標 好好準備 對想要走繁星這條路的人 會更加有力 我的建議是今天在高一高二 越快找到自己的讀書方法 與讀書的目標越快越好 因為如果你缺點目標 你執行才會有更有動力 才不會一下子就想要放棄或者代謝 鄉山高中位處鄉山區 過去交通不便 總是比不過市區內的高中學校 不過這些狀況已然成為過去 繁星計畫提供學生新的升學管道 三星橋車站提供新的交通模式 而學校園建築的更新 更讓鄉山高中改頭換面 蜕變成國高中學子新的求學選擇 凱布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